这羊蓝怎么回事啊 为什么会让我睡在羊蓝底下 我可是个宝宝啊 没错 我是个宝宝 我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地方 很虚好奇 调皮的我 就要跑出去玩 主要是我想宅家里 坐着也不让 吃些玩乐 吃些玩乐 是这样子的吗 这 还得去房间找的钥匙才行啊 这是一个小宝宝能做到的吗 奇怪的纸条 我看看 嘿 让我看 有时候我看不懂 这哪里是年幼的我看不懂 就算是成年的我也看不懂好吧 坐着还一次性给了我一个加烫铃 和一个棒棒糖 也没急活 这哪能吃啊 还是老老实实找钥匙吧 锅上有啥好吃的呢 嘿 空锅 钥匙究竟会在哪里呢 在电视里 不现实 哦 原来是藏在天花板上啊 这明显是不想让我拿嘛 还得出去找老伯伯 外面还挺大的 咦 河边这地方 怎么那么熟悉 谁家的摇篮丢着了 旁边还有一封信 可恶 又是一封看不懂的信 大叔 你有看到 刚刚带我回家的老伯伯了吗 哎 他说啥呢 这娃长得还怪好看呢 那当然了 你也不看着我是谁 我可是每日天仙成云落眼 必然修化可爱无敌的 宝宝啦 你不是在家睡觉吗 怎么跑出来了 他在牧场忙呢 牧场 让我看看 羊场 牧场 应该就是这里 老伯伯 哎呀娃子 你怎么跑出来的 用脚跑的 我一个人 在屋里好无聊 找你玩 哎 这小baby 懂得还挺多 可是我在忙哦 没时间陪你玩 等这些家畜长大 就卖钱给我买玩具 这 等不了了 要不现在就咋了卖了吧 没事了 伯伯 我来帮你 到箱子里 拿一把小刀 击败嘟嘟鸟 就能获取羽毛 看我一个小baby 杀过去 一圈下来 所有的家畜都被栽了 羽毛给你 鸡肉 就我自己吃了 毕竟我从小也惯了 羽毛放在箱子里 就能打开大门 哎 成长之路 这是哪里 这是不是说明 我长大了 先去奶奶家看看 奶奶 我年龄大了 腿脚不方便 后院的庄稼 长了好多枯草 看来今年 风收要不好了 没关系奶奶 我可以帮你打理 脑奶奶笑着说 可是你这么小 能拔得动吗 拔掉五根枯草 开玩笑 我可是宰过鸡的老baby 不就是 几棵枯草吗 一个 两个 三个 哎呀我 四个 五个 送你两个 这不就拔完了吗 いや 还能直接兑换一把钥匙 这个钥匙又是哪里的呢 哎 迷你小超市 进去看看 我的钻戒 掉小水道里呢 呵呵呵呵呵 这果然是你你的作风 小朋友 我的钻戒 掉进小水道里了 我比较胖 顾不着 而且钻戒 对我的意义很大 你可以帮我剪一下吗 我很着急 我这是要钻进下水道里帮你捡嘛 我来个大区区 所以超市里的这些好吃的都跟我没关系 只有这个下水道才是我要去的地方 下水道里还有只鸡呢 看来是得在这下水道的柜子里一个个找 我看到了 非常昂贵的钻戒 价格昂贵的钻戒 如果自己拿走 可以换好多的财富 但是你还是把它还给了老板娘 实情不媚 那当然了 我这小屁孩要钻戒干嘛 我也不结婚 不过这老板娘也是小气啊 给他结个钻戒就给我个开关啊 这货家上的零食 好说但说 给我送点也是好的呀 人心嫌恶呀 人心嫌恶呀 農夫家 这又是哪里 该不会又要进来帮忙吧 哎呀 拔不动了 再晚些收获 估计水道要滥在地里了 呃 农夫伯伯 要不我帮你收水道吧 反正我也没事情做 真的吗 我这把老骨头真的要感谢你了 那这老伯伯都拔不动 我这么小的小孩 能拔得动吗 哎 算了算了 得亏是我 带着前世把拔拉的记忆 不然这水道还真不好办 又给了我一把钥匙 那这些钥匙究竟有啥用呢 这是啥 帮助他人获取三个开关 解锁成长之路的大门 原来成长的路上 就是要助人为乐 即便我到现在为止 还不知道自己的身世 但是我在这个村 做了很多助人为乐的事情 养育你的老婆婆 也很开心 也为你骄傲 村民们都很喜欢你 不过 我一直有个疑问 为什么妈妈 出去打工这么久了 一直没有回来 而且连个信封 电话都没有 爸爸妈妈 你到底在哪里呀 穿越这个隧道 就能找到他们了吗